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各位好 歡迎電視之前 還有網路旁的觀眾朋友收看週末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上志 那麼疫情每天公布的數字這麼多 究竟您是習慣了 麻痹了 還是依然非常緊張 那麼有關於防疫最近染上了更多的政治 而且越來越多跟選舉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在這個小時 有三位跟我們一起來觀察思考的評論嘉賓 首先介紹的是國際政治專家賴岳謙教授 志森好 跟朋友大家好 私生媒體人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委員游淑慧 大家平安 那麼最近當然有關於疫情的數字 居高不下 但是最裡頭最新值得注意的狀況 是有關於台灣中南部 中南部的部分可以說現在 那麼疫情升溫非常的嚴重 包括確診的黑數很多 各位你們朋友 你們身邊裡頭 是不是都有一些人確診感染了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上報 也都沒有表達出來 那麼去登記 那麼現在重症 中重症游擊現在暴增的數字非常多 達到在5月20號達到237例 而且當中死亡人數也居多了 那麼這裡頭有各式各樣的例子 包括六旬的婦人 沒打疫苗短短兩天就中風衰竭死亡 35歲的確診居家照護 暈眩只是暈了 就送醫不治 另外桃園志六歲的婦人當中 剛吃完藥一小時就沒有呼吸 所以現在真的都要特別注意家人 如果有呼吸 另外心臟 然後包括頭腦的部分的反應的狀況 家人都要特別注意 那麼現在當然有關於醫療量能 能不能負擔這些緊急的情形 那麼蘇維峰副是批評說 現在其實政府說現在空床率很高 根本就是自闖 因為陳時中部長說 整個醫療量沒有崩潰 甚至病床數從原來的三千多床 增加到了一萬多床 在數字上統計是這樣 實際的醫療前線真的是這樣 那麼這裡頭包括醫療的人員都說 由於指揮中心宣布確診的醫護繼續上班 不能自己休息 然後惹怒了許多的醫護 那麼這裡頭包括有護理師 他躲在租屋處 母親姐都不敢回家 整個醫療的狀況非常的過勞 品質也變得很差 所以空床率很高 但是醫護人員 醫護的量人真的夠嗎 當然現在其實在每次當中 都傳出了死亡數字 每天公布的時候 最揪心的就是死亡數字 那麼現在但是每次死亡數字 只要一宣布 以五月十九號來說 公布說沒有打疫苗的死亡率 是打三劑的六倍之多 但每次只要講到死亡 陳時中部長 就說沒打疫苗 或者說有慢性病 那麼公布的都巴拉巴拉 一大堆這種都是慢性病 彷彿死的原因都是慢性病 那麼究竟這樣的情形之下 大家擔憂嘛 那麼擔憂的狀況 還包括兒童疫苗的情形 也就是說現在不只是醫療的 剛剛講量能非常的擠壓 不只是空床率而已 還有包括醫療的物資 尤其是藥夠不夠 藥的部分到底現在 特別是口服藥的情形 這裡頭有沒有 因為口服藥當中 有一些習藥如今的部分的狀況 這個習藥如根據說 一定要確診身分才能夠有藥拿 現在很多爭議 那麼藥的狀況 我們待會會請淑慧 來幫我們解讀一下 包括裡面的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在基層前線的反應 那麼政府究竟是什麼樣的態度 當然現在我們來看 其實包括整個政府 從高層以來 大概都一直在宣傳 好像現在防疫做得很好 不用緊張都沒事 包括副總統賴新德都喊話說 現在其實防疫的狀況 雇主要多多理解 臺南黃偉哲宣布復原者聯盟 歡迎大家確診康復之後 能夠到臺南來觀光 那麼陳時中部長也投書到立談碗說 臺灣的科技防疫有成 大內宣大外宣一起出來 這裡頭還包括了 當然最近我們看到了 有關於防疫的民調的部分 陳時中部長的民調首次的不及格 跟過去的高漲動輒七成八成的數字 跌落了兩成以上 當然蔡英文總統更多的出現的是 他在臉書上當中 依然不斷地在誇臺灣自己本身的狀況 疫情當中逆勢穩定成長等等 那麼當然於是只有民眾反應說 給總統一封信說 現在的民進黨對於疫情就是國外買廣告 天天發臉書 這就是我們的蔡總統 他求蔡總統 請你走出關底吧 淑慧 我覺得每次在討論這些數據 在衛福部的眼中 可能都是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是在我們的眼中 都是一條一條的人命 大家可能不知道 每一天我們公布說 今天過世49個人 昨天過世51個人 聽起來都是兩位數 已經很讓人家難過了 可是整個新冠肺炎 到現在累積過世了一千兩百五十幾個人 一千兩百多人 破千條的人命 破千條的人命算在誰身上 三年的防疫 幾千億的預算 到最後臺灣還是要犧牲 一千多條的人命 而且我告訴大家 到這裡為止嗎 沒有 陳時中的目標是什麼 守住千分之一的致死率 千分之一代表多少 他預估臺灣將會有四百萬人確診 代表說我們會有四千條人命的過世 幾千億讓你們這樣花 疫苗讓你們買快篩讓你們買 一堆人發大財 但也一堆人就這樣無辜的事 每一天這都是指揮中心公佈的 指揮中心公佈這些是幹嘛呢 是要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 這一些人都是 有他過世的原因 不是因為疫情我們防疫不佳 都是有他們過世的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本身有病 慢性病 對 是這樣子嗎 要不然你每一天公佈 這一些人的病因幹嘛呢 這不是他個人的隱私嗎 指揮中心就是在告訴我們說 不要怪我陳時中 你們命該如此 誰叫你們有慢性病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一些有慢性病確診的人 他們有沒有拿到藥 有沒有拿到輝瑞跟莫沙東的藥 我們知道輝瑞跟莫沙東 就是給誰吃的 給這一些六十五歲以上 而且有高風險因子 也就是慢性病 這一些人命請問一下 他們確診的時候有沒有拿到藥 如果他們沒有拿到藥 因為沒有藥 而轉成中重症過世 指揮中心你到底是 意外置人於死 還是故意置人於死 我想請問一下 你一直說 這個藥不是隨便人都可以給的 我們要有高風險因子 什麼叫高風險因子 六十五歲以下有慢性病例如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這些人都有 這些人有沒有拿到藥 任何一個 因為沒有拿到藥致死的 這一些患者 我覺得都可以告陳時中 都可以告他故意殺人 為什麼 因為你有藥你放在手上 而你不給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手上全臺灣 陳時中說 臺灣訂了八十二點五萬份的藥 足夠滿足人口三點多趴 可是他又說 我們起碼要有二十%的人確診 你說我們最少要有二十%的人確診 你只準備了三%的藥 請問一下 是哪三%的權貴 值得可以吃到這個藥 我敢打賭 如果今天是陳時中 你本人確診 你一定拿得到這個藥 可是別的長者拿得到嗎 別的慢性病患者拿得到嗎 我自己一個朋友的長輩 他就有慢性病 他就是八十幾歲 為什麼他還是拿到了一般的感冒藥 那到底這些藥誰給的 昨天還有一個新聞 指揮中心得意癢癢的說 我們單日已經開出了四千多份 可是一天九萬人確診 那你開出四千多份 那代表就是還有八萬人是拿 八萬多人是拿不到藥 當然這八萬多人裡面 或許有一些是不需要給藥的 可是我們就只想問 到底誰拿得到藥 那這一些過世的人 他是吃了藥還過世 那我沒話好說 還是你根本沒有給他藥 然後讓他就這樣白白的 失去了人命 沒錯 現在指揮中心一直告訴我們 兒童專責病房 台北區有六張 聽了好讓人安心 整個台北區有六張而已 然後他還敢說 這個台北區不是只台北市而已 各位 是雙北市 只有六張 然後醫師公會馬上出來打臉說 對 你要病床 你要幾張有幾張 我們沒有人力 醫護人員確診的確診 被你搞去弄PCR的 搞去用PCR 請問一下 你要一間一間的房間很容易 你要一間一間的病房很容易 誰來看這些患者 誰來看這些患者 在指揮中心的眼裡 全部都只有數據而已 我真的覺得 臺灣的人命就交托在這些人 不是人的身上 你還要選 你不要選 我覺得應該去告訴他們 這次我們看到 剛剛在疫情指揮中心公佈的 今天的本土的確診數字 達到八萬四千五百八十七人 另外當中包括死亡新增的人數 達到五十九人之多 那麼繼續請教董哥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剛剛就像淑慧所提到的 到底現在藥不夠不夠 明明現在其實陳仁聰 我們都感覺他守著那個數字 然後這個守著數字明明也還是很糟糕 但是現在整個民進黨 包括高層從總統 副總統 乃至於包括到地方政府 特別是南部的部分的縣市 其實大家都用這個自己想像的數字 而認為這個防疫做得很不錯 這跟我們實際上在基層 跟在生活中間發展 感受到的 接觸到的 其實有那麼多的這種確診數字 很多人是不上報的 因為你拿不到藥 除非你真的要保險 要拿那個部分的這種證明 那麼可能才去醫院 這樣子的狀況的基層 跟現在政治高層的對比落差 真的是難以想像 我剛剛奇摩特來的時候 沿途還經過幾個醫院 都在大排長龍 還在 大排長龍要做PCR 為什麼最近立營 包括蔡總統 他們大家都在做這些宣傳 因為他們這些東西 早就準備好了 五二零六桌蓮 總統做得多好那時候 可是他沒想到 當你們把這銀兩 要去買文仙的東西 都準備好的時候 其實正是台灣 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非常丟臉 那我們看到了 包括紐西蘭都在講 台灣可以幫助 登廣告燈好大 各處也一樣 看我們的官員 到處買關係 到各國去投書 然後都了不起 那種很小很小的國家 報紙都在登 台灣做得很好 那有人看嗎 我們只不過是出口轉內銷 再說你看立陶宛 講我們做得都好 立陶宛是誰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政府完全把過去 在台灣欺騙他們老百姓的 這個做法又如法的在炮製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五十九粒死亡是什麼 今天是死亡率最高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今天的確診數沒有昨天高 為什麼死亡率越來越高 下來一定會破百 對不對 520前一天破百萬確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高峰還沒有到 然後接下來死亡率會越來越高 為什麼 因為先前沒有投藥 現在趕快投 被罵趕快投 所以昨天很幸運說 我們給四千多個人藥了 一天確診九萬人給四萬人藥 那前面呢 前面給藥的只有1.7% 一直苦苦愛情他給 說你把藥 這麼珍惜這些藥幹嘛 放出來會死嗎 是啊 你發了 對你趕快發嘛 就給他吃啊 不肯 然後變成很多人都沒有藥吃 對不對 有個老太太90歲 劉媽媽 一直排隊排隊 視訊 視訊等到排到他的時候 醫生就說 藥不能給你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排五天了 五天以後藥沒有效 你也不必吃了 我的天啊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在看 對指揮中心 對蔡英文這些人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數字 可是數字是冷冰冰 每一條人命 都是一個家庭 兩個家庭 大家在那邊哀嚎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他其實不是真的有慢性病 請問二十四歲的少女死了 那是有慢性病嗎 全身沒有病啊 沒錯 對不對 兩歲同他有什麼病嗎 沒有 他只是在那裡等候 然後醫院踢來踢去就死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 多少都是因為你指揮 瞎指揮的那個 弄不好 然後把整個人命都慢慢的耽誤 我們要看到了今天 大家在搶快篩 大家在排隊等PCR 然後今天藥 這些東西 其實最正確的講法是什麼 這些東西在國外都不切 到處都是 去年很缺疫苗 大家搶 我們可能搶不到 或搶得比別人慢 還情有可言對不對 因為我們比不上那些大國 今天是我們周遭全世界所有國家 要快篩隨便買就有 要隨便買就有 只有台灣什麼都沒有 然後習藥如命 草菅人命 確實是 其實這些政治施政的品質 防疫的品質 凸顯的其實是政治原物的心態 但是請教教授 我們很難以想像 明明現在台灣八萬多每天 已經全世界數一數二 死亡率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這個狀況之下 國際的大外宣 不斷的推出 竟然做得出口 說得出口 他都 主要都在配核520 沒錯 結果美國是第一個幫你打臉的 對 美國在516的時候 5月16號 他的CDC就是機管中心 就把台灣提升到第三等級 危險地區 風險最高 風險最高等級 跟南非跟非洲的一些國家 同等級 也就是最危險的一個地方 不鼓勵美國人到台灣來 那這是520之前 516的時間 5月16號 我們的機管中心 或是我們的陳時中等等 還在那邊準備 要開始做到愛宣 可是當然美國人 已經跟你打臉了 是 美國人給你打臉了 難道沒有一種警覺嗎 還有一個部分 您剛剛看到了 說我們的機管中心 指揮中心一直要告訴你 說這些感染死亡的人 都是老人家 慢性病 有慢性病 之前就已經告訴你說 老人家有慢性病 孕婦 他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讓他們 被感染 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 當初這麼支持你 給你這麼多錢 幾千一讓你這樣花 最主要就是要把這個疫情守好 結果你整個疫情是徹底失敗 徹底失敗的證據就是美國人說 你徹底失敗了 是 說你這個整個都破了 歐美的媒體他們講得更白 他說台灣很有意思 台灣是已經要與病毒共存 但是嘴巴不能講 但是實際上都在做與病毒共存 所以他們的預估裡面就是 台灣的感染者會越來越多 死亡的人數會越來越多 重點就是醫療的能量 絕對會出問題 很早以前台灣的這些專家 就已經告訴你說 我們最關心的 還是醫療的能量的問題 醫療能量不夠 你的死亡率就一定會升高 好 陳時中還告訴你說 我們的醫療能量沒有問題 沒有 那你沒有問題的話 請問確診者的醫護人員 為什麼要工作 對 如果你今天醫療能量很夠 確診者就應該要趕快隔離 讓他身體到好 好了以後再回來工作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在他還 確診了他還要工作 那是代表什麼 人力緊繃 沒錯 人力已經緊繃到 他已經受不了了 醫院也受不了了 然後指揮中心也知道 人很緊繃 這個時候我還粉絲太平 告訴你說空窗位還有 我覺得做大內宣 做大外宣 要欺騙我們台灣的民眾 不要把台灣人當成智能很低的人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就在於民進黨不要一直瞧不起 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的智能沒有你想像中那麼低 沒錯 確實是 其實50多歲的人 究竟有多少比例 一點點慢性病都沒有 可能嗎 而這一旦當中確診 就得要自己擔負死亡的風險 那麼我想無論如何我們自己 包括我們的親人長輩 一定要好好照顧好 一定要好好安全確診 健正好好活著 健正這些黑心政客的 這個倒台的一天 請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聞大白話